兩個方法各位可以在雲端上面可以找到成語查詢這個程式 打開來這邊我也把剛剛的畫面貼上來 其實方法很簡單 把那個成語的全文先貼到Excel之後 然後把A欄選起來 或者是只要選A1一直Ctrl 去的向下也可以 然後再利用資料的資料剖析 然後分個符號 記得喔 分個符號 然後下一步之後的話 記得選豆點之後 然後按完成就可以了 其實應該蠻不會困難啦 反正就是照這個方式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把那個這個Word的這個 把它下載 有沒有這邊有個下載成Word檔 那也可以用Word來做啦 不過我看起來好像 用那個 剛剛的方法好像比Word簡單一些些 因為你Word來轉的話 你使用編輯之後 那你要怎麼樣 可以把它做一個切割 其實在Word裡面 也是一樣啦 Ctrl A 比如你下載之後 Ctrl A 然後你要轉的話 你可以插入這邊有一個叫表格 文字轉表格 OK 其實概念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中間一樣 按照 豆點分格 只是功能是這一個 然後呢 它會出現說 你的表格是 三欄嗎 對三欄 然後 是不是固定難 是 然後是 分 所以你 而且它這個比較聰明一點 它會自己追蹤到 它這個中間是豆點 所以你不用選 所以 這個地方 直接按確定 它就幫你把 資料呢 全部都分開來了 有沒有 這個這個表格 只是說你最後呢 這個它還是在Word裡面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變 變到Excel 你就變成要點那個表格的左上角 這個 選 你不能Ctrl A 它選表格 跟選文字是不一樣 Ctrl A是選文字喔 你記得要點那個 這個表格的左上角 這叫選表格 然後這個時候才可以Ctrl C 你再到Excel裡面有沒有 在Ctrl 開一個空 Ctrl V貼上 這樣也可以 也就是從 TokeWord來做 也是一個方法 有沒有 這個資料就到 Excel裡面了 結果其實是差不多的啦 OK 只是它有框線 這樣而已 OK 所以兩個方法 你都可以啦 方法一方法二哪個號 你就用哪一個 不過看起來好像剛剛那個方法 比較簡單 這個好像要 必須要多用一個Word 只是說啦 一樣啦 我一直強調 工具 就是解決問題 OK 那至於哪一個 比較簡單 你用哪一個 你不要 一直很糾結 比如說你今天要 到 台北火車 到北車 台北火車站 簡稱北車 那你要怎麼去 比較簡單 對 很多種方法 N種方法 你說 老師我什麼都不會 走路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要走多久 應該要走個10個小時吧 對 你說老師我要快一點 那你騎U-buy 可以 但是 騎U-buy U-buy 好像跨區 要被加錢 除非你要再把它騎回來 因為之前就 有人直接把U-buy 騎上武林 然後還上新聞 就U-buy公司覺得不OK啊 你這怎麼可以把我的U-buy 騎到武林上 雖然我是很佩服這種人 OK 但問題是 也 可是問題要騎上去 那腿力 簡直是不得了 因為那個那麼高 它 從那個 水平到 好像 2000多公尺吧 3000公尺有吧 那不得了 所以後來好像改了 那當然 也是可以啦 不過 可是這些都不夠快 最快的方法應該是 好像坐火車稍微快一點 可能要到內力 看一下時刻表 那我覺得內力好像 進出的人次也蠻多的 但是喔 它只有普通車 有沒有 它沒有快車 這點就 結果一直很想要 坐個火車 直接來這邊上課 每次都僅止於想 為什麼 我最後我開車來 我從基隆開過來 我大概一個小時可以到 但如果坐火車的話 我算過 我大概要 兩個小時吧 那這樣好像感覺 雖然說在火車上 可以放空嘛 可以很舒服 其實我蠻喜歡搭火車的 OK 那問題 就是好像 沒有效率 比較慢一點 OK 所以 至於怎麼做啦 這個畢竟就是交通工具 那就跟使用的 也是有一樣 你如果不使用 你又人工也可以啊 慢慢找嘛 慢慢翻書嘛 成語的書 不過我發現現在 書本好像 翻的機會越來越少 反而都是電腦 OK 這也沒辦法 因為所有的資料 都在 電腦裡面 被可以找到的時候 那書基本上 就會 失去它的載具意義啦 所以以前 的東西 就是一個載具啦 OK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問題 如果我要做查詢的話 OK 其實你們用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的話呢 就是剛剛講的 先把它選起來 然後資料剖析 第二個方法 這個是 我們第一個方法 然後下一步 分隔符號 逗點 下一步 然後直接就幫我完成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就可以幫我 把成語剖開了 好 接下來的話 就調 它的欄寬 欄寬的話 就是123 三個欄 那接下來當然 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我希望加框線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 先把它 優標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把它全選起來就對 然後你可以常用裡面 會有個畫框線的嘛 你可以畫一個 所有框線都黑色 可以 畫下去 全部都有了 那你也可以把 藍位名稱選起來 加個底色 加個顏色 這樣不就很清楚了 大家喜歡這樣 有沒有 成語解釋例句 就很OK的 所以其實以後你要看資料啦 我的習慣還是在Excel裡面弄清清楚楚 接下來要查詢喔 如果你有資料喔 只要兩階段 第一個資料只要放到Excel 第二個會用剛剛講的 資料的篩選 其實就很厲害了喔 那你要怎麼查 跟各位講喔 一 行李把游標放在成語 這個A1上面 2的話呢按下篩選 那我給各位一個任務啦 當然我這邊舉例喔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一個答案 什麼答案呢 12生肖裡面到底哪一個生肖 是 成語裡面最多的 因為我這個 成語喔 其實不算太多 因為才1000多個 那你網路上搜一搜 應該有更多的 也許你可以 拿那個來看喔 到底哪一個生肖最多 看起來好像 最多的應該是虎吧 最後做出來的答案 那我怎麼知道 虎是14個 其實就是這樣喔 第一個啦 你先用什麼呢 所以喔 查詢 1把游標放在A1 2的話呢 按下資料裡面的篩選 它會出現箭頭 再接下來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按下這邊 然後呢 點擊這個箭頭之後 找到文字篩選裡面的包含就可以了 所以關鍵的地方呢 就是 這個地方喔 文字篩選裡面 所謂的包含 應該可以理解吧 包含就是 裡面只要有這個關鍵字出現的話 那你就幫我顯示出來 如果沒有 那你就幫我把沒有的隱藏掉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其他還有什麼 開始與 結束與 那也是別的方法 不過我們主要是 包含就可以了 OK 當然相反是不包含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包含 然後哪一個呢 比如說我想要查一下老虎的虎 是不是最多 是不是12個 那你就輸入虎嘛 然後按確定 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些啦 有沒有 所以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啦 你要找 就是找那個 成語裡面 有哪個 動物的 那這邊就有了 有這些啦 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楊虎 遺患 應該楊虎為患 蠻常用到 還有什麼 如虎天翼 生龍火虎 OK 那最後的話當然啦 這個資料找到之後啦 那我怎麼知道是14個 其實有個方法 你可以把它游標再放A1 Ctrl-Ship向右向下 Ctrl-C 為什麼Ctrl-C 因為它現在的狀態 其實只是把 沒有虎的隱藏起來 把有虎的 把它展開 所以其實沒有的都隱藏了 那我把它選起來之後 只會選到有虎的 那你可以把它 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把它貼上 Ctrl-V貼上 那這個的話就是 把它工作表改成虎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15 減1嘛 藍位名稱嘛 那不就14 OK所以虎的話 甚至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 虎14 OK 好有沒有 所以呢待會請各位 把那個12生肖自己查查看 另外有一點啦 成語網路上還有更多 現在1000多比 我不知道我是網路上隨便找一下 的那個 成語的全文 那你們也可以找一下 成語 或者還有什麼其他類似的資料吧 OK 你們就找 找一下類似像這些 這個 這個字詞的查詢 所以如果你要查詢的話 很簡單 就是 1 先把它 找到 資料裡面的篩選 有標先放A1 資料的篩選 2的話呢 直接在到篩選裡面 找到包含 OK 包含 最後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再把篩選按掉就可以了 把它點一下 它就恢復了 OK 好 這樣的話 我們就大功告神 試試看 好 好 谢谢观看